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周游戏呢 两有不息 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这款人体加农炮 非常无厘头的抑制小游戏 目的呢 很简单 就是把一个人塞进加农炮里发射到另一个炮台 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发射 什么愁什么愿呢 玩家呢 仅需要计算好两个炮台之间的距离 然后判断左边的力度 便可以让可怜的娃准确落地 感兴趣的话 就试一试吧 检测结果六分 有待观察 《小先生》呢 则是一款休闲游戏 但相比较上面的那一款呢 那简直是无良之错啊 这款游戏的体验呢 非常不好 玩家控制一名小人自上而下做自由落地运动 途中呢 会有非常多的阻碍 通过点击屏幕打开散来 向立下落个速度躲避障碍 一旦被击中 那小人就会蹦 下次本宝宝啦啦 无聊 差评 检测结果四分 不合格 接下来这款山羊山 明显就揍心多了 3D画面不仅细致唯美 音效呢 也是非常出众 解锁不同的山羊或有不同的背景音乐 玩家点击屏幕左右来控制山羊爬山 爬得越高分数越高 非常适合坐地铁 公交室娱乐哟 前次的结果 齐分 合格 我的认真则是今天的重头细腰 来自波兰的开发商 11bitstudios开发 那么2014年发布于PC平台 玩家扮演的不是士兵而是平民 在战火连连的城市中生存 玩家在城市的废墟中需要寻找 食物 武器 零件等任何可以利用的物品 当然了 大部分城市废墟也有其他的幸存者 玩家可以选择帮助或者无视那些幸存者 同时呢 那些幸存者交易物资 玩家也可以杀死那些幸存者掠夺他们的资源 唯一限制玩家的呢 只有心中的那道道德约束 该游戏呢 非常考验玩家的耐心哦 需要注意的就是搭建避难所和儿园分配 并且注意人员的健康状况哦 更多的攻略内容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兄弟栏目 美女手游日记哦 检测结果8点5分 游秀 最后几款致命捕捞狂弄之海 才刚看到他们时呢 小波觉得 哇塞 一定是一款非常刺激的游戏呢 结果玩了之后 拍些呵呵 真的是很刺激呢 走一下来呢 就是玩家通过判定撒网时机 逃出游网 玩了之后视觉转入海底 封网点击前来救援的一切生物 那么驱逐他们便可以顺利捕捞 获得奖励 这是又紧张又刺激呢 检测结果4分 不合格 好了 本期的一周首日记点报告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公众号哟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的选择是周杰伦 在看下宾 阿砂 微博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